洪卓立 今天來到電台宣傳 提到新歌已過往的經歷做主題 洪卓立自爆曾經因為壓力太大 向家人發脾氣 最記得是罵媽媽 找錯誤罵媽媽 這件事已經過了十年 但還是很記得 因為工作壓力 回到家就不會被中走輕 媽媽又有些好心的話 提點你的時候 可能內心又不是很好 那時候就爆了 然後就找錯誤罵媽媽 媽媽就哭了 我看到我媽媽哭了 我才懂得收課 我才想起 發現自己不知道在做什麼 不過網民就說 這首新歌是唱給舊愛湯兒聽的 其實分了手 到現在是第三首歌 那這三首歌都分別 我都收到朋友問我 究竟是不是在寫 或者在說有關我的事 那做歌的時候 其實確確實實地 是完全沒有想的 但我覺得無論做什麼歌都好 其實在那個時候 大家都會可以直接發揮 可能會說 我就算做一個開心的歌 都會說我更難歡笑 或者扮東西 扮開心 所以我就覺得 既然是這樣 不如做一些自己覺得 或者大家公司同事 都覺得好聽的歌 就不要管那個類型 或者想寫什麼 覺得那首歌應該寫什麼 就寫什麼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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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